欢迎来到女明星迪丽热巴渠道 点击订阅频道 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迪丽热巴展现高品味私服 凹凸身材 散发迷人魅力 迪丽热巴确实是娱乐圈公认的大美女之一 她的魅力无法抵挡 她总是能够以不同的造型和风格吸引人们的目光 针之衫是一种非常经典的服装 而迪丽热巴选择马尾加针之衫的搭配 不仅展现了她高品味的私服 还展现了她娇好的身材 凹凸感的展现更是让她散发出迷人的魅力 她的时尚选择和完美身材 确实符合大众的审美标准 无论是在舞台上还是日常生活中 迪丽热巴总是能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她的美丽不仅仅是外表 更是她自信和率真的个性所散发出来的魅力 除了外表美丽 迪丽热巴还有许多备受人们喜爱的特点和才华 首先她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演员 她在影视剧中的表现备受赞赏 无论是甜美可人的角色还是坚强独立的形象 她都能够演绎的淋漓尽致 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此外迪丽热巴还是一位出色的舞者和歌手 她在舞台上展现出的舞蹈技巧和表演能力令人惊叹 她的歌声也充满了魅力和感染力 她曾参与多个音乐节目和演唱会 为观众带来了许多精彩的演出 除了演艺才华 迪丽热巴还以其努力向上 率真直爽的个性备受人们喜爱 她在娱乐圈中一直保持着积极向上的态度 不断努力提升自己的演技和艺术水平 她坚持做真实的自己 不受外界评价的影响 这种真实和坚持 也让她赢得了众多粉丝的支持和喜爱 迪丽热巴维权不留情 网友力挺太充粉了 迪丽热巴维权有理有据 网友纷纷点赞支持 你怎么看 迪丽热巴是当今最受欢迎的女演员之一 她凭借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烈火如歌 长歌行等多部热播剧 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喜爱 她不仅颜值高 演技好 还有着良好的职业素养和人品 然而 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女星 却经常遭到一些不法分子的诽谤 造谣 侮辱等网络侵权行为 这些行为 严重损害了迪丽热巴的名誉权和合法权益 也给她的粉丝和公众造成了不良影响 为了维护自己和粉丝的权益 迪丽热巴工作室多次通过法律途径进行维权 7月2日 迪丽热巴工作室公布多起名誉权维权案件进展 同时表示将继续采取法律措施 维护迪丽热巴女士的合法权利 相关用户应立即停止侵权行为 呼吁大家保持理性思考 积极抵制侵权行为 共同响应清朗行动 构建和谐的网络环境 迪丽热巴工作室的这一声明 得到了网友们的广泛支持和赞扬 许多人表示 迪丽热巴是一个有担当 有骨气 有正义感的女星 她不仅为自己维权 也为粉丝维权 太充分了 也有人表示 迪丽热巴是一个努力 上进 阳光的女孩 她应该得到更多的尊重和爱护 而不是被恶意攻击和诋毁 还有人表示 迪丽热巴用法律武器 捍卫自己的名誉权 是对网络暴力和谣言传播的 有力打击 也是对网络环境的积极贡献 迪丽热巴在维权问题上的 坚决态度 受到了网友的一致支持和赞赏 她不留情地捍卫自己的权益 展现了她坚强而无畏的一面 这种宠爱粉丝的行为 让人感到敬佩 也进一步拉近了 她与粉丝之间的距离 网友们纷纷表示支持和鼓励 对热巴的勇气和决心 表示赞叹 他们认为热巴的维权行动 不仅是为了自己 更是为了维护 整个艺人界的尊严和权益 热巴的坚定立场 和粉丝们的力挺 让人看到了她的正能量 和对事业的热爱 相信她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功 你对迪丽热巴的维权行动 有什么看法呢 你觉得她是一个怎样的女性呢 你对网络侵权行为 有什么想说的呢 安乐传上线 迪丽热巴腿东龚俊 龚俊满脸飞红小鹿乱撞 《安乐传》即将上线 迪丽热巴 龚俊 由与宁三大流量 将上演一场赶天动地的爱恨情仇 刚刚播放的首支主题为 《爱情的小船初见便当起波浪》的花絮中 真是被迪丽热巴和龚正这对CP填到了 二人颜值很搭 都是浓颜系美女帅哥 古装扮相都很养眼 同况时 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碧人 这一段花絮中 二人的互动也很有喜感 迪丽热巴真是又美 又撒又会撩 直接躺倒在龚俊身上 吓得龚俊四肢僵硬 京俊地喊你做什么 龚俊划船的时候 迪丽热巴在后面抢船桨 龚俊说 姑娘 我划就可以了 不用你划 迪丽热巴却不依不饶 依然抢船桨 从唇边憋不住的笑意 就能看出他 这是醉翁之一不再久 龚俊靠着船舰站着 迪丽热巴双手和右腿 抵在他身后的墙上 就那么挑逗地看着他 龚俊终于忍俊不禁 笑出声来 上来就那么凶猛 二人躲在水里的时候 迪丽热巴更是软软诺诺地问 公子可以与我多相处相处 到时一定让你刮目相看 龚俊被吓得不轻 手足无措 满脸飞红 小鹿乱撞 躲无处躲藏无处藏 已经彻底沦为迪丽热巴饰演的 任安乐的掌中之物 可惜这一段 应该是全剧中仅有的温馨场面了 后面的剧情会很虐很惨烈 原本是大晋国最强战神家族 大小姐的任安乐 就要与太子韩夜 因误会相爱相杀 上演苦情戏马 看预告片 这部剧剧情紧凑 画面唯美 三位大流量演技 也很有看点 上线后 热度不会低 有很多场面拍摄得很用心 比如花式灯如皱的长街上 韩夜将精美的灯笼 递给任安乐 二人相视一笑 在身后璀璨灯火的映尘下 画面格外温馨 也格外动人 有韩夜不顾自身安危 在千军万马中救出任安乐 他身负重伤 也终于化解了 与任安乐之间的血海深仇 预告片中有几幕画面 也必定会很出圈 一是龚骏头戴斗笠 轻轻撩开面纱 露出一张棱角分明的俊颜 一是迪丽热巴一身红衣 撑着一把油脂伞 独行的身影显得格外落寞 回过头那一幕 有惊世骇俗之美 安乐传对于身陷飞闻一年之久的 迪丽热巴来说非常重要 本身古偶剧就拥有庞大的观众群 如果这部剧收视率好 无疑可以进一步夯实 迪丽热巴女顶流之位 而龚骏已经一年之久没有剧播 会飞的大象又不翼而飞 安乐传将助力 他重回观众视野 这部剧能否成为山河令之后 龚骏的又一部代表作 就看龚骏能否成功演绎 韩夜这个隐忍深情的角色了 安乐传即将上线 迪丽热巴和龚骏的默契互动 让人期待不已 两位主演的精彩表现令人赞叹 尤其是热巴腿东龚骏的场面 更是引发了观众的热议 龚骏满脸飞红 小鹿乱撞的模样 充满了可爱和紧张的氛围 令人心动不已 这对荧幕情侣的默契互动 将给观众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大家迫不及待地期待着安乐传的播出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